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 炸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炮管 第二是炮弹方面 上次印度榴弹炮炸糖就是因为印度制造的炮管有问题 导致中轴线无法对齐 在炮弹发射以后直接打在了制退器上 直接造成炮管报废 而白公司的炮管很明显 不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必然就是炮弹方面了 无论是炮弹制造的太大 还是炮弹发射呀有问题 亦或是炮弹和弹头结合处出现问题 都很可能会出现炸糖问题 当然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这对于印度来说 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印度陆军的火炮炸糖事件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无论是之前的石膜自行榴弹炮 还是印度制造的阿琼坦克都出现过这种火炮炸糖事件 而印度陆军的装备问题不仅仅出现中火炮炸糖上 还有行走系统故障 导致直接瘫痪等中国问题 印度海军之前更是出过堪称史上最搞笑的战舰事故 一艘护卫舰直接因为缆绳和西伯问题导致侧翻 最终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将船体扶正 而历史上第一艘被导弹击沉的潜艇也是在印度诞生的 印度海军一艘击落机潜艇被自己发射导弹击沉 而这也是印度海军第一次击沉战舰 印度空军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摔飞机大户 印度空军到现在为止已经摔掉了上千架飞机 仅2017年到现在就已经摔掉了十多架飞机 并且还摔掉了最后一架幻影2000型战斗机 这种摔飞机的速度每年都会为印度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 而印度空军每年的资金也仅有上百亿美元 因此即使印度空军每年都购买大量战斗机装备部队 整体的作战能力却一直难以增长 甚至近年以来在巴基斯坦服役了装备有缘 像控制雷达的骁龙战机以后 空军甚至已经不能对巴基斯坦保证优势了 也正因为如此印度空军在寻求购买美国的F16V战机 但最终能否购买成功还是个问题 而购买以后会不会继续摔飞机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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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